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中的道路 是我们生命中的真理 求你与我们同在 供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祷告感恩 阿们 兄弟姐妹们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弥赛亚被逮捕 读经取之以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三到第五十二节 那我只为大家读第十三到第十四九节 读经如下 话说之间 夫人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和文士兵纳里长老与他同来 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阿号说 我以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把他拿住 牢牢靠靠地带去 犹大来了 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拉比便以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教训你人 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是成就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读经到此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主耶稣被逮捕 事件叫人及其悲伤讽刺 和可怕的经历 逮捕之所以悲伤 是因为背叛人 竟然是主耶稣自己的门徒 为了确认对象 犹大居然是通过清嘴 所以用的这个方式 也太令人心酸了 本应该象征有益的清嘴 却被他作为出卖的暗号 这般暴露虚伤的清嘴 确实很伤人 这种逮捕法 也不该发生 所以我们可称它为 具讽刺性事件 之所以称逮捕 具有讽刺性 因为领导这次逮捕的 居然是奉机师长 文士和犹太长老的命令 他们是犹太人民的领袖 并受百姓敬仰的人 没有公开领导逮捕行动 是因为害怕丢失众人眼中的良好形象 众领导坏事干净 却想保持良好形象的态度 是非常令人作呕的 被拆派的人们 听于犹太灵袖 带着刀剑捆绑前来 这般态度已经具讽刺性 因为主耶稣并非大恶人 他是每天在圣殿里教导人的夫子 如果犹太领袖们下令 追捕理由正确 应该是在白天公开进行 而不是在夜间 出动大批的人伏击 对于主的门徒和目击者来说 这次的逮捕是一个可怕事件 逮捕当时 门徒们四处喷逃 其中有一名即将被捕的年轻人 为了可以脱身 卸下国身的麻布外衣 吃身逃跑 现在背叛后讽刺的行为 荣然雷剑不鲜 许多领导人做坏事 却都是背着手丢石头 也就是说暗地里做坏事 包括为了实施自己见不得光的计划 会接刀杀人 当被直接询问时 这些腐派的领导者通常会 缺于回答 或者都是会否认 兄弟姐妹们 如果今天你是领袖 你会不会诚心的领导吗 你做敢于为你所做的决定 一切负责吗 你一生中的行为 你的言行 是否能保持公治公平吗 兄弟姐妹们 请切记 主耶稣愿意受到不适当的对待 因为他爱所有有罪的人类 你是否也敢于经历基督的追随者 都所接受的痛苦后果吗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的今天的话语 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领导者 求求你 帮助我们 能诚心地做好一个 成为一个领导 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负责 我们的言行 也能够是公正的 也是公平的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祷告感恩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